這個名字看得好熟悉 欸 講人又講不出個所以然 似乎跟實權裡面都有它 又是一個潛伏在你生活中的重要啊 大家好 我是瑞瑞蘇啦 你一網路上的野蠻老闆 歡迎收看野蠻老闆 你問我來回 今天主題今天的主題 川宮 川宮你看到他這兩個字 是不是不會唸 他國語怎麼唸 川宮的國語唸做 川 什麼 唸川宮的東西給你的國文老師回信 他唸川窮 也不是川窮 要唸川窮 這個讀音你可以上教育部查 他真的唸川窮 等一下的影片 我會唸川窮 我先講 好啦 那影片開始之前呢 先幫我按下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我們最新的影片 每週五日晚上7點準時上片 來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是川宮 我們開頭就講了 它是潛伏在你生活中的中藥 你一定會覺得很奇怪 我根本就沒吃過 怎麼可能 講到川宮 我們的事物裡面 食圈裡面 各式的藥膳湯品系列 甚至有一些部分的乳包 裡面 川宮都會來踏一腳 這樣有普遍嗎 講到這個事物就要考試了 事物哪事物 不記得 還是不記得 來 我已經答第三次了 來 食圈就是我們的事物 加上四君子 加上黃旗跟肉桂 就是 不好記對不對 沒關係 我來幫助你 聯想記憶法 請想像一下 今天你走到一個廟 你走進去看到 門口有個歸功在掃地 裡面有個得道高僧 主著臨草 這個畫面有沒有 奇跪 所以就是 歸功掃地 身主臨草 奇跪 這樣記起來了嗎 下課 川琼 本名叫做什麼 琼琼 哪個琼琼 琼琼琼琼琼的琼琼 主要產地呢 四川 雲南 貴州 廣西 福建 福建的略頭比較完整 四川的品質比較高 而我們在使用的大部分來自四川 所以 後面的名字就 漸漸漸漸漸 叫做川雄 這樣有了解嗎 本草鋼琼裡面就有記載啦 川雄 血中氣藥也 什麼意思 事物 這補血的嘛 那裡面 幾宮很大 川雄就是氣氛藥 那像當歸手提那種就是血氛藥 啊 血氛氣氛這個太複雜了 你不用了解 你如果想要了解 你問你隔壁有幫頭隔 我又繼續說了 你去看 OK 你只要記得 川雄 就是 行氣火血 它的效用 那都用在哪裡 頭痛 鼻過敏 條筋 OK 那川雄的部分呢 我們是使用它植物的快根 然後去切片 那這個東西呢 那個快根啊 我們就叫它川雄獵仔 在產地的規格 我們台灣大部分使用的是 1公斤 18粒到25粒的 然後去切片 切片下來的規格就分成川雄 特皮 大皮 小皮 水仔就是川雄特片 大片 川雄小片跟川雄碎 依大小區分 非常的簡單 越大片就越貴 然後越小片就越便宜 那川雄的使用 我們剛才講過要用了 在食用的部分呢 除了藥膳之外 它很常出現在乳包 如果你自己有想要做乳包啊 乳味啊 你要配 怎麼配 使用量怎麼用 3000cc的水 記得 川雄不要加超過五顆 因為超過的話 有點苦 你的整個湯會變苦 那川雄的保存方式 一定要冷藏 川雄就是你不冷藏 薄精製菇仔的中藥 那如果沒有製菇仔 你反而要擔心 好不好 你們小時候養過菇仔嗎 就是拿川雄餵它 那我們最後來跟大家分享一個 川雄名字由來的小故事 傳說中要往孫思廟 跟他的徒弟 有一天來到了四川的清晨山 走著走著呢 就發現 蛤 有個聲音 這什麼聲音 一隻雌鶴在哀哀叫 雙腳顫抖 他就想說 這隻雌鶴是不是得了重病啊 想著想著他也沒救他 就這麼回去了 隔天來了 聲音沒聽到了 往天空一看 白鶴飛了過去 嘴巴裡面叼著白色的花 綠色的葉子 飄下來的葉子 很像胡蘿蔔的葉子 他就叫那個 土地 來 收好 土地就把它收好 又過了幾天 雌鶴竟然完全好了 他就覺得 應該跟這個葉子有關係喔 他就開始做實驗 在深山裡面怎麼做實驗的 我不知道 不要問我 這就是故事 經過這個實驗之後 他就發現 這個植物有 火血通筋 驅風止痛的效果 欸 他就馬上叫他 土地 土地啊 我們下山做人體臨床實驗 治療那些病患 欸 發現 真的有效 他就龍心大躍啦 他一開心 馬上就銀絲作對啊 清晨天下憂 川西地移動 仙鶴過往處 良藥降蒼窮 川窮 這就是川窮名字由來的另外一個故事啦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這邊囉 今天我們瑞叔來啊 感寬成習慣的傳統 我們講什麼就抽什麼 但是 抽川窮我怕怕怕怕怕怕 我們抽十拳 三包 抽獎方式很簡單 只要你有訂閱有留言 就可以參加抽獎 你有什麼隨便你 其他問題呢 記得問題千方加上 hashtag Rx 我們就會做成影片回到你 好啦 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下喜歡 也別忘了按下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別忘了按下訂閱 並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個影片見 有效之後 哇龍心大躍啊 這藥網啊 藥網就馬上 一開心就銀絲 對不起啊 呵呵呵